哈喽大家好我是Vivian 今天视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2019上半年我用过的一些很好运的涂抹式面膜 其实相比于那种片状的面膜 我觉得涂抹式的使用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 你可以直接涂在脸上去忙一些其他的事情 或者直接带着面膜睡觉 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他们的一些质地 以及我个人使用下来的感受 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呢 就请接着往下看吧 第一款要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迪奥花蜜系列的磨砂膏 我当时拿到它的时候真的被它的颜值所震惊 很有质感的一个瓶子 它的下面就是一个玻璃的瓶身 然后上面带一个金色的盖子 整体的分量呢很重 它随身有配一个这种金色的小挖勺 非常的有质感很漂亮 打开里面呢就是这种粉色的磨砂膏 基本上感受不出那种颗粒感 就更接近于膏状的质地 闻起来就是那种很浓郁的玫瑰的香味 加一点点鸡油的味道 非常非常好闻 它的功效呢就是让皮肤变得细腻顺滑 帮助我们去搅滞 像我们平时皮肤都会有个新陈代谢嘛 过多的这种老费搅滞的堆积呢 就会造成皮肤的一个负担 通常这种清洁类的面膜呢 一个星期做一次就可以 尤其是对于一些偏油一点的肤质 假如说你是比较干性的皮肤呀 或者像我这样的敏感肌肤的话呢 我都是两个星期会使用一次 它的使用方式就是在晚上洗干净脸之后啊 避开眼周 主要就是针对于脸上以及嘴巴上 因为我们嘴巴也容易有一些死皮的堆积 然后你可以直接按摩 或者像我会在脸上先浮一个五分钟 然后呢再轻轻地按摩一下 一定要加水 保证你皮肤是一个湿润的状态 着重对于踢去这种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部位 按摩一会儿就会发现 它里面非常小的这种颗粒都会融化掉 然后脸上就像浮了一层油的状态 你再用水稍微的清洗呢 就可以进行后续的保养 洗干净脸那一刹那呢 你真的会惊艳到 整张脸就像是婴儿的皮肤一样顺滑细腻 比去外面做一次皮肤管理呢 你摸上去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换了一层皮肤 它除了可以去除老肺脚脂之外呢 还有一定的养肤功效 那价格对于清洁类面膜来说 并不算便宜 其实还挺耐用的吧 如果只是一个星期用一次的话呢 这样一瓶可以用半年的时间 然后是这款雪花秀的 凝脂浴蓄面面膜 它的外包装呢 就是一个白色的瓶子 然后上面带有一个这种浅绿 所有一点像浴石感觉的这种盖子 随身配了一个这种浴石的小挖勺 这个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用 它平时贴在皮肤上啊 就是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很舒服 然后最前面这种比较大的头 你可以用来做挖勺用嘛 每次挖适量的膏体 中间这里呢 带有一定忽度的呢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型的刮沙板 平时在脸上啊 这样稍微的刮一刮呢 加速它这个血液循环 起到一个按摩的功效 那最前面呢 比较小的这个头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 就平时在脸上点几个穴位啊 帮助排毒 这个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里面呢 就是这种白色的膏体 这瓶我已经用了半瓶了 然后它的味道 就是雪花秀家的那种中草药的味道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反正我平时还挺喜欢闻的 每次使用的时候呢 都会多闻一下它这种味道 就感觉很天然 晚间护肤的最后一步呢 我会用到它 它上皮肤之后的延展性很好 然后整张脸就是那种润而不油 滑而不腻 就看上去很水润的感觉 我会着重对于皮肤上 一些有肝纹啊 以及缺水的部位呢 厚厚的涂一层 等着稍微吸收一下 再去睡觉 第二天起来 就会发现皮肤变白净了很多 雪花秀家的产品 给我的感觉都是那种 很滋润又很养肤 这瓶是适合任何肤质的 像是换季 如果皮肤比较容易过敏的话呢 它的修复能力也非常不错 就是温和又好用 这个我也非常喜欢 今天录制视频呢 选择了一个刮风田 现在外面的风好大 我不知道大家视频中 可不可以听到风声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澳洲接下来呢 可能快到春天了 所以就是一个 比较多风的天气 再来呢 是悦目之缘的这一款 他们家最早 我使用过菌菇水绝的效果 就还挺不错的 这个系列的面膜呢 分为很多不同的功效 那我手里拿的这一款 是灵质面膜 主要就是起一个阵定舒缓呢 还有增强皮肤抵抗力的功效 也被称为烂脸的救星 像是脸上 起一些粉刺痘痘啊 有红肿或者过敏的时候呢 都可以来使用它 它的包装就有点像压膏一样 每次要将它挤出来 里面就是这种绿色的膏体 味道闻上去 就是像菌菇水的那种味道 非常植物的香气 洗干净脸之后 将它直接涂到脸上 会有一种热热的感觉 但完全不会刺激 这是一个给皮肤排毒的过程 就像前面说的 当脸出现那些问题之后呢 再涂抹它是非常舒服的 差不多10分钟左右呢 你就会发现绿色的膏体 开始慢慢变得透明状 就像是一层精油涂在脸上 这时候你洗干净以后 会发现整张皮肤很清爽通透 里面还有凝芝 白刺泥 还有冬虫下草 都是非常昂贵的草药成分 如果脸上起了痘痘粉刺 你可以先涂这个面膜 再洗掉 会发现原来红肿的部份 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第二天起来呢 基本那个痘痘就已经憋下去一半了 如果皮肤有问题的话 一个星期可以使用两次 正常情况下 一个周用一次呢 就可以为皮肤起到一个 比较好的排毒效果 慢慢的皮肤就会越来越健康 再来是Fresh的黑茶面膜 这个品牌的穷分很安全嘛 是适合任何肤质来使用的 包括孕妇也可以放心来用它 涂抹式面膜有很多不同的款 这款呢是不需要冲洗的 它主要功效就可以保湿啊 抗老以及抗氧化 里面主要穷分就是黑茶 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 那它可以抵抗外界对皮肤造成的压力 以及增强皮肤本身的弹性 大家都知道嘛 茶叶对皮肤有很好的一个抗氧化的功效 外观比较简单的 黑色平身 它里面的膏体有一点点偏奶白色 味道闻上去呢 也是那种很植物的香气 使用方法就是晚上护肤的最后一步 上脸稍微按摩一下吸收很快 滋润但完全不会黏你 第二天起来你会发现 整张脸就是那种很水嫩又有光泽感 至于官网上说对脸部的线条有所提升 轮廓更加立体呢 我倒是觉得没有那么神奇 但是它的滋润和保湿效果我都非常喜欢 晚上可以当成一个晚霜来使用 涂完就直接睡觉 也是非常方便的 再来呢是法尔曼的幸福面膜 最开始看到网上大家都说 它是一款用了之后让你有幸福感的面膜 我就怀着半心半愚的心情去入手 那用了一次我就发现了 一定要买它买它买它 它的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 非常的神奇 外包装呢就是白色平身 上面带有一个金属的盖子 它里面就是白色的这种膏体 那这款的味道闻上去啊 就很像那种韩国的人参糖 可能是植物的味道 不确定有没有人参在里面啊 但每次我闻的时候 总是会想到那个人参糖的味道 这款呢属于强效修复面膜 它是法尔曼独家研发的DNA 和专利活性成分制成的 会让细胞活化再生 从而去修复那些老化受损的肤质 假如你今天就是觉得整个人很疲惫 皮肤呢有那种松弛粗糙的现象等等 就是皮肤状态越差的情况下呢 你使用它越能感受到它的效果 刚上脸呢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刺痛感 这种现象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它里面的这种活性成分太高了 一旦遇到有问题的皮肤 就马上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 我一般是在晚间护肤的最后一步呢 用它在脸上厚厚的浮一层 差不多半小时之后呢 你在将脸上残留的那种膏体 稍稍的按摩 它就会完全吸收到皮肤里面 一般我都是在状态比较差的情况下 或者是熬过夜之后呢 拿它作为一个修复的面膜来使用 你会发现整张脸就像波勒科的鸡蛋一样 细腻饱满 很透亮 毛孔在视觉上呢 也有一定收缩的效果 真的很惊艳 虽然它跟前面提到的 香提卡钻石面膜 都被称为四大神兽面膜 两款都很好用 但是我个人觉得 法尔曼的沥干净的效果 会更加明显一些 再来呢 是科研式的这一款 金绽花舒缓保湿面膜 也算是他们家的一个明星产品 它里面呢 是这种黄色的褶梨的质地 然后肉眼可见 有那种一片一片金绽花的花瓣 味道就是酸酸甜甜的 还挺好闻的 这款面膜里面的主要穷分 就是金绽花还有芦荟 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比较好的 不睡保湿 还有镇定舒缓的功效 非常适合夏天 它上皮肤之后 你就可以感觉到很血润 但又没有膏状面膜那种厚重感 在平时皮肤需要补水啊 或者晒后修复的时候呢 都可以在脸上涂一层 大概五分钟左右 像我一般在用家用美容仪 按摩的时候呢 都会先涂这个面膜 再用那个美容仪 稍微的按一下 它可以减少对脸部的摩擦 就是有一丁底入滑的功效 其实你就算不用美容仪 平时还是涂到脸上 稍微按摩一下再洗掉 因为它按摩呢 会让它这个金颤花 释放更好的一个舒缓功效 洗完脸之后呢 皮肤就是很清爽 很水润的感觉 非常的舒服 如果你是经常在那种 太阳底下会晒到太阳 或者是在空调房呢 长期皮肤会有那种 干燥紧绷的状态 一定要去尝试它 加上我过几天 不要回国了嘛 国内现在又是夏天 这一款呢 肯定是我的出行必备 最后一款呢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海兰之谜的提拉紧致面膜 那他们家产品啊 大多数对皮肤 都有一个很好的修复功效 这一款在修复的基础上呢 更多了一个提拉紧致的效果 它外面的瓶子 虽然看上去挺大的 但其实里面只有50毫升 配合了一个这种小小的刷子 这个刷子我个人觉得 还挺好用的 因为它每次 就占取一定量面膜的时候 可以直接在脸上 刷得比较均匀 并且它也不会吃面膜 你知道吗 就是不会太多的浪费 基本上占多少 都会抹到脸上 里面呢就是这种淡绿色的膏体 它的味道啊 有那种类似于海藻的 非常浓郁的香味 涂到脸上呢 有一丢丢清爽的感觉 也是很舒服的 它的核心成分是浓缩 提升紧颜酵素 还有海藻里面 以及海洋矿物质的提取物啊 主要就可以增强 你皮肤的一个自然支撑力 从而达到一个紧致轮廓的效果 它的使用方法很多 如果你在晚间时间比较紧的话呢 就可以稍微的薄薄涂在脸上一层 就像是一层面霜一样 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就在脸上涂一层之后 稍微的按摩一下 一定要按摩 按摩之后 它里面绿色的膏体 会慢慢的化成那种油状的 皮肤会变得很滑 这时候你再配合一些 美容仪或者刮沙板呢 会让它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它会慢慢的渗透到皮肤里面 不需要冲洗 你会觉得整张脸都是很滋润 瞬间抚平原来存在那些干纹啊 或者是干燥敏感的现象 第二天起来会发现 皮肤变得软滑细腻 有变紧实 就有一种容光焕发的感觉 连整个人的气色 都比前一天要好很多 它可以作为急用啊 或者是日常来使用呢 都非常的好 这么一瓶 其实50毫升 跟他们家面霜的容量差不多 也是可以用挺长时间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 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好运的呢 请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喜欢今天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赞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频道呢 也请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bye